我們今天是上班這檔是 各位得了休假恐懼證的上班族們 今天發生什麼事 上班這檔是 今天聊什麼嗎 老闆 你可以讓我好好休假嗎 可以嗎 其實那個老闆還有轉音老闆 可以嗎 轉音 可以嗎 都不要來了 對 因為休假這個事情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比嘉欣有時候還重要 可是現在年尾到了 國外什麼感恩節 聖誕節 那麼台灣也在準備放什麼年假 什麼還有什麼 威牙 過春節 因為威牙好像 威牙不是年假 反正就是接下來一大堆節慶的時候 因為台灣我覺得已經是週休二日了 對啊 然後如果有一些突然間來的那種假日 或者有颱風假 對於企業來講的話 傷痛啊 對那時候有一種負擔對不對 對啊 像颱風假大家都好興奮 可是當老闆其實是低血低淚 你不喜歡有颱風假 也不能說不喜歡 因為我們薪水照付嘛 可是會發現那一天或兩天的產值完全沒有 可是有一些是機架 今天要聊一聊 那個機架 對 有時候會造成老闆的困擾 你是說你的跑車嗎 不是啊 冷雞的架 真的嗎 她是Post 她是台妹 假笑話 機架 機架 今天跟雞很有關係的第一位 對 好 歡迎三位 第二位賣雞達人也是老闆 小馬 第二位呢 是我們美女名嘴 許慎梅 慎梅姐 大家好 我跟雞沒有關係 我們第三位是人力銀行公關 陳曉梅 小梅你好 現在已經當老闆好久了 不得了 叫雞達人 對 閃發亮的閃鑽雞 這太厲害了 為什麼會突然間要到做雞這件事情 怎麼會太直接 我的話應該也是做鴨吧 太怪了 像黑人就烏骨雞 我覺得也很好聯想 你也聽嗎 對呀 就很好聯想 比較容易記啊 都有啊 因為搞不好我們閃鑽機以後 也會有烏骨雞啊 對不對 也會有什麼 什麼焦麻雞啊 那都可能會發生的 而且那延伸的副業 可以做真正的不同的雞 你是說 對 你是說遊戲機嘛 遊戲機啊 或者手機的這個遊戲軟體 有沒有 擔門齊肯 然後擔門機早算死 不過你現在 員工沒有幾位 我們現在總共八個 八個員工 聽說你是很嚴格的老闆對不對 我還好 都不准休假的 沒有 我讓你休假 沒有 對不起 講清楚 我讓你正常休假 但是你事情呢 是做不完 所以你會在休假的時候 你會因為你的工作沒做完 所以你必須還要有點 但是我有跟我的員工講過 這是備戰戰備狀態 因為剛開業 剛開業 你必須要辛苦一下 外事起頭難 那我覺得給員工 什麼東西對他們獎勵 除了假期之外 就是實質上面的錢嘛 那我們 我們不是說我們自己在那邊賺錢 我們也希望能夠把他們的生活也照顧好 所以他們也都覺得很OK 所以八個員工都買房子了嗎 還沒有 剛開始 一直賣幾百萬的機 如果八個員工都買房子 我看你也要不要來上班 我時候想幫我去上班 順便姐先來 有時候講到說 他會補貼一些 譬如說加班費啊 對 那這一點對上班族有吸引力嗎 對 可是有些東西錢是買不到了 譬如說你就是要休假陪 Derry你被開除了 他們的心聲啊 這不是萬能的 你有些親情 愛情 友情是不能彌補的 就是你真的 譬如說像我以前工作 是旅遊業 永遠是人家休假我在上班 然後永遠是沒有辦法過自己的生日 然後跟女朋友過情人節什麼的 那這種東西是 你用多少錢都買不回來的 像今天我們製作單位有調查過 說呢 現在快年底了嘛 有六成七的上班族 都認為說 休假會影響公司的 對你的烤雞印象 不是 烤雞 烤雞 關鍵字 關鍵字 現在已經年底了耶 高達九成說 今年的年假都還沒休耶 有 真的有 真的 有沒有有累積假的 現在舉手一下 有超過十天嗎 沒有 都你多久現在 我還有快二十天沒休 哇 那什麼時候要休的 對啊 我就算休假也是會一直就是uncle 對 因為有時候為了要休假 他們會做很多違背自己 瘋狂的事情 瘋狂的事情 良心 又無所不用其極 是最討厭的 所以我們就喝喝喝 那通常你喝 有時候喝酒 喝酒喝酒 可是你禮拜還是要跟著去上班 那我想說 你喝酒 就是跟著宿醉上班 不舒服 那我就喝得更醉 那你喝更醉的時候 你就不舒服 你吐 然後我回家洗澡 然後就用香香的去公司 可是就沒有酒味嘛 可是臉是不舒服的 因為你喝很多的時候 你整個人是很虛的 其實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沒有沒有 我的視力比較差我看不出來 我會覺得 你今天怎麼會這麼健康有活力呢 不錯啊 上班吧 對 好好上班吧 然後就跟老闆說 我不舒服 然後走之前 因為都是跟同事一起喝 然後走之前 還會跟同事紮個眼說 欸 我放假這樣 放假 我覺得這是男生 因為男生沒有化妝的習慣 不舒服很明顯 但因為女生平常化妝 我只要今天妝畫法不一樣 就絕對看起來 一副要死的樣子 那今天就白眼了 不是 沒有 女孩子比方說 有比較白底的口紅啊 或你今天不塗腮紅 就說欸 老師你怎麼了 你生命其實沒有 只是沒擦腮紅 所以女生要妝 身體不舒服的 或是沒事上個妝 或是上個妝 算我會跟HOLD住姐一樣 真的變得太妝 用Move一下就 那時候喝多了 又喝多了 用Move一下喝住了 過了 對 我也是就是妝病 可是那是我從 就是第一 第二年有年假的時候 我就開始慾化說 我下半年度一定要去 要去出國玩 然後要起比較長的假 所以呢我在上半年度開始 就是假裝自己 是一個長躁症的患者 大腸疾躁症的患者 就是他可能 突然就會爆衝了 不是 就是我常常就是 把自己動到什麼脹氣啊 然後就故意在那個辦公室 然後我肚子好脹 然後就拍拍大聲 然後就是弄了自己 就是還去研究長躁症 這個症 到底會有哪些的習性 這樣弄得像一點 對 弄得很像 然後每天早上去公司 就是先去廁所 好專業喔 然後弄得自己那種病 好累喔 可是你看喔 他佈局是佈下半年度 佈半年耶 佈了半年是久 好有心機喔 心機很重 對 他自己真的會生病耶 太可怕了 沒有 你下次 你就放一些針頭有沒有 在辦公室 然後老闆講說 你系組說沒有 老闆我是打胰島素 我打胰島素 沒有打胰島素 你知道打很多 老闆很怕體弱多病 身體不健康的員工耶 所以經營需要用得小心 要小心 要拿捏啦 對 要拿捏那個鹽的狀況 要送給你的 像我那時候就是要離職 但是還有很多假 大概六七天都沒有放 我想說 這下糟糕放不完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 沒有辦法 然後兩天前我就開始裝病 就開始裝自己 越來越虛 越來越虛這樣子 結果到第三天要開請的時候 就說身體不舒服 然後就連續請了 大概六天並假 把那個假全部用完 我六天都沒有去上班 然後最後我第一天去的時候 我就辦離職 可是你是用請假 因為我有 我那個假休不完 他等於離職前 他根本連無心上班 對 我了解 那我那個假休不完 那我如果沒有休完 那你跟我說你能做什麼 他也不會 我給你檢檢抱吧 爪爪地 你移一下可以嗎 這幾次錄下來 送杯 你工作 一直飛給我 你都要很軟很轉這樣子 沒有我工作很努力 真的 力檢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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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也是累積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你知道放不完 離職那個架拿不到 錢也拿不到 感覺很差 對 本來就是你的權利 對啊 就熊熊七天病假就請下去 我們更嚴重 我們到了年底的時候 是我們的大災難 因為媒體夜市這樣 就是說 前面一年你都很忙嘛 你沒時間休假 那你們可以週休二日 可是我們的二日 是要分佈在一個禮拜的七天當中 有些人休一二 有些人休二三 有些人休三四 是這樣子的 但是如果一忙起來 他可能一個月都沒有休假 他就來上班 他就把那個假寄 我們曾經有好多同事 是主管會下命令說 這次不能休假還是什麼 當然希望就是你不要休 可是到了年底的時候 有的同事可以一個月 或兩個月都不用來上班 他年期到兩個月 或者是四十天 那他都不用來上班了 那我要講就是說 為了要休假這件事情 以前我們有一個同事 他剛來很認真一個男生 跑影劇 我到現在都記得他跑綜藝 很認真喔 然後很多的那種 就是電視台的一些妹妹們 都很喜歡他 他也很客氣 他對我也很客氣 那時候我是他的主管 有一天呢 他正在上班當中 他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語帶哽咽 就說 這沒事的 不好意思 我說 你發生什麼事啦 你被人家搶啦 他說 不是 我媽媽喔 就是突然中風 住進醫院的家戶病房 剛剛 那我就說 蛤 送到哪個醫院 需不需要幫幫忙 因為我們有醫藥記者 可以幫忙 他說不用 已經送去太大了 我說那你今天要不要 就是不要上班 直接到醫院 他說沒有關係 我可以把稿子發完 感覺是寒悲在工作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可以不用進辦公室 我們在外面就可以發稿 他帶著電腦 那天新聞就發完 然後就說 盛美姐我不知道 媽媽的狀況怎麼樣 我可以明天開始休個假 我說OK 就休到媽媽穩定 你再來上班 他說可能也要一個禮拜 我說沒有關係 我連假單都幫他打好了 我來弄 我來弄 對不對 媽媽都不以為 出來夾火 什麼事 有人性 然後我又不敢打電話給他 這當中休假 他休假時間 怎麼能一直打 他在家務保 當然 到第五天的時候 有人就打電話 打到我們的總機 然後就說 他要找這個人 就我這個同事 我舉例他叫小馬 好了 沒關係 這要找小馬 馬國賢馬 好不逼耶 你要找小馬 因為大家轉轉轉 就轉到主管的座位下 我那個在座位下 我就接了 他就說 小馬是去哪裡了 我就說 請問您是誰 我說他家裡有事 他家裡有什麼事 不是他媽 他去哪裡了 我覺得他泯滅而人性 沒有 他不拿去你的家 他是不是打來對不對 他是不是打來對不對 說他媽媽怎樣 我都沒有接穿 我就說 噢 伯母 抱歉 那可能就是在忙 但我還講了一句 我說 可是 如果小馬回家 你要告訴他說 你有打過電話來給我了 我就不講話 不要掛了 第七天 小馬就很挫了 打了我的手機 一次 第七天 聖梅姐 我跟你講 那是我乾媽 那是我親媽 我英雄藏架 同事竟然恨死你了 哪裡 還是不小心懷孕了 我的預產期是 新聞最飆高的時候 所有人就怨恨到 然後那個時候 我肚子很大的時候 我已經大到六個月 我都還在跑 後來那個主管 實在看不過去 說你開始休假了 所以我一直休到 投票前一天才來上班 我開心 所有人都非常的怨恨 來的時候都不太想跟你講話 因為你就是搞這種飛機 對 你看另外一個記者 相對的也是懷孕 他相當的認真 開四職了 他還在那邊拔 夏日上班 沒要求補充 老闆開心極了 因為我們那次辦大活動 每個主管都到 就第二天就 所有的主管 禮拜一都還是來上班 我就覺得 你兩年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他們都摸透你了 我們來問一下 休假是正常的 那為什麼要用騙的呢 有各式各樣的原因吧 就是 絕對就是老闆的問題 對啊 對啊 我之前要講一個 要不夠比家人的吧 因為你們請假就是 目的是用達成 對啊 如果講實話的話 更難啊 對啊 那就用騙 就譬如說 因為像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沒有加班費 我們是直接給請假的時數 那給你請假的時數 就變成說 你什麼時候要請 就平常上班的時間要請嘛 那就算你自己的假 可是你要平常上班日 去消掉你的那個假 你還是要看主管的臉色啊 對啊 可是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這是我的假 我加班換來的假 可是我要去跟你說 我可能禮拜二 我要修掉這個假 我要看 我說不好意思主管 我可不可以禮拜二 把那個 就是請個假這樣子 他還是要 修臉色 譬如說 而且像我常常常 然後碰到那種情況就是說 我要請假 他說小馬是我老闆 小馬哥是我老闆 小馬哥我老闆 小馬哥我可不可以請個假 他說好啊 然後他就會開始丟東西 早上丟一份東西在你桌上 然後下午 再丟一份東西在你桌上 快下班 再丟一份在你桌上 你明天要請假是嗎 可以啊 坐著完你就可以請 就會碰到這種情況 你怎麼會那麼 那麼會模仿我啊 你很精神 很像 很像 很像很好用的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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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累積到快要年底 想說要把它修完 那去請假的時候 跟老闆講了 我想修年假的原因 但是老闆就半威脅我 他首先是說 年終快到了喔 那再來就是說 欸你要請假的那一天 那一段時間 我們會有很多大坑物來 因為他知道我的薪水 有一部分是靠業績獎金的 那他首先就吐你年終 那再來又跟你說你的業績 那請問這樣你敢修嗎 不敢 下面請有沒有請假 被為難過 被主管為難過 你說休假對不對 對 其實一定會的 像我們的話 我之前我在就是 我多半都不休假 我很乖的 我就基本上就一直堆 堆到最後就貢獻給報社 但有一次就是我一定要修 我其實只是修個三天 我跟我家人講好要出去 我就跟我的主管講 那我主管是直接就叮說 你交三個獨家 我立刻讓你修假 我明天就要修 他叫我交三個獨家 這太過分了吧 那你怎麼辦 這幾個小時我怎麼辦 他威脅我 我就威脅你們啊 黑人啊 我不會打去問啊 對啊 就叫這些 你很爛的獨家 他也OK那種 你有規定是什麼等級的獨家 我已經交給你了 我都泡麵燙到手 弄你了 這他們是獨家 對 或是說想把明天開始留長髮 那是獨家 也不錯 獨家 但是你會很不爽 愛留髮 不錯 不錯 或者你明天承認一下 出櫃的話 這獨家 出櫃 那獨家很大 那真的是要當雞 要跟雞結婚 這三個獨家 你怎麼弄出來 可是 當主管跟你講 你當然會很不爽 你就要跟他拉鋸了 他就說 你就是要叫三個獨家 要不然我明天 因為我們的版面是固定的嘛 就像剛剛小馬講的 我其他人就是要去帶你的版 他帶不出來 那版面就填在那裡 尤其到年底的時候 所以就是 我剛剛講 我就跟這些藝人講 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先交給我的 獨家 就是一些阿力不大 給他三個 他當然不爽 他就會說 對啊 這什麼鬼啊 這什麼鬼啊 這算獨家嗎 我說你有沒有說獨家 是要大或小啊 而且不管我已經交給你 我就是一定要修 那你不要也無所謂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好吧 他就丟在那邊 然後你就去休假 可是主管會整理到什麼地步 他還有一個彈書 手機不可以關機 所以算獨家 慘了 那根本應該沒放假 對啊 阿里山還是在任何地方 你剛那一生慘了 對 假期東銘就要回來 這種 什麼隨時就打啊 那個今天 那等於沒有 他要結婚了 你快點打個電話給他 我覺得奇怪 報社都沒有人了嗎 他說你跟他比較好 你打 你打 你人在阿里山 你都要打過去 就說到底 對 根本就沒有放假的感覺 可是你們應該也常常會 有記者休假都還要再跑新聞 就是這樣嗎 對啊 我們問一下人力銀行 休假年休這種東西 員工有什麼保障嗎 休假年休其實就是 政府一般老機法 給予員工的一些福利嘛 一定應該有的吧 對 就是本來就應該有的 可是說句實在話就是 其實每個老闆跟主管 他們會覺得 年休是 政府給你的 不代表是我給你的 對 真的 就是應該依法不管嗎 對啊 當然是可以啊 就是如果說你們的老闆 或是你們的主管 沒有依照勞機法 去放你們假的話 你們還是可以去 申訴 申訴的 可以申訴就贏了 可是你為了放假去申訴 這應該 對 就跟這樣一樣 用起來 可是這一個步驟 我通常都會建議說 你真的想要不幹的時候 你才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休假怕 老闆主管不高興 或同時對你不爽 可是還有一種是 自己的業務怕被搶走啊 對 沒有這種對不對 因為像我們金融業有沒有 常常為了休假 你是不是很想要他金融業 等一下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是金融業 小老 小老 我跟你講 台中的 大戶 大戶了是不是 這不要得罪了 這不要得罪了 台中 我說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只是金融業而已 見空轉座 他每次一開口就是我們金融業 台中 我們每次一開口就是我們金融業 台中 你在那裡 精神商圈 精神商圈 Cover一下 Cover一下 買美金 像我們公司 像我們金融業有沒有 太多好心 像我之前曾經為了請特休有沒有 自己花十五萬修三天的價 十五萬 五千美金 因為老闆就說你業績到 我給你三天價 那三天也是為了要帶女朋友出去玩 後來想說 這就是 我那時候是做那個基金的業務 我就想說反正存錢我就自己買 那後來 我們這個行業 因為薪水比較不是固定的 因為業務性是 可是 變成說 休假最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同事在後面搞你 他怎麼搞你 就一次我就說 跟老闆講說 我要出去 他要去哪 我就說沒有 因為我要跟我女朋友 我們都可以直接講 因為我們的獎金 是屬於高獎金 我直接跟老闆講 後來隔天他們去打高爾夫 然後那個 就有一個同事就問老闆說 欸 怎麼那個低手今天沒有來 他說 沒有啊 他有跟我講說他要跟他 女朋友去香港 三天 喲 誰沒有女朋友 就是因為 就是故意弄你 對 他就是故意 他說誰沒有女朋友 只有他有女朋友 還是他女朋友長得比較漂亮 還怎麼樣這樣 那老闆聽在心裡面 他會覺得說好像是這樣 那我們 其實我們的業績量 一部分是來自於 老闆會把他的一些 好去實現 因為他一個人做不了那麼多業績 我們比較沒有所謂的職務代理人 像這樣子要請假的話 狀況就比較麻煩 第一個同事他就會 因為他要帶領你的職務 他會不爽 那第二點他可能會因為 他要cover你的工作的話 他會忽略他自己本身的那個業務量 他為了要做你的事情 他自己的事情做不好 這樣會對他比較抱歉 所以你要休假的話 會來自於同儕的壓力 這樣子 會有 修了會比較戰戰兢兢 這歐秘亞給效果 也沒辦法持續多久 對 所以事不過三 對 還是會有壓力 我想起來一個小小的八卦 我那個時候 跑國民黨的時候 我負責跑選舉 然後那個時候 我有計劃生第二個 baby 我為了這個選舉 因為每年都有選舉 我都不敢不敢生小孩 比如說今年縣市場選舉 我就不要懷孕 立委選舉我就不要懷孕 我就這樣算 算了三年 結果還是不小心懷孕了 我的預算期是總統大選 一個最飆高的時候 所有人都怨恨到 然後如果是我肚子很大的時候 我已經大到六個月 我都還在跑 後來那個主管實在看不過去 就說你開始休假了 所以我一直休到 投票前一天才來上班 開心 所有人都這樣的怨恨 來的時候都不太想跟你講話 因為你就是搞這種飛機 你看另外一個記者 相對也是懷孕 但相當的認真 開四指了 他還在那邊發抖 已經開四指 養腿都破了 還在發抖 快掌管 同家 獨家 誰啊 我不敢請假的原因是 曾經有人請假被開除 有 真的有 所以你們導致你們有後遺聲也會怕 我就遇到就是看到同事 因為自己自己放自己假 那就像我們自己放假 可能晚上才打電話說 明天可能不能過去 然後這個會影響到就是公司的支出 因為你只是普通員工的話 那像我們那時候就是汽車嘛 維修廠 那技師的話 他是以算很高時薪 因為他們是一個特技 對 技術員 那你如果只是旁邊的那種小弟幫手 那有一次就是兩三個剛好都一起請假 那全部都是祭司在做 去聯誼是不是 什麼洗車 什麼都是變成說祭司在做 那你公司支出就是還是要給祭司那個高時薪 然後結果他們下禮拜來的時候 老闆就說你們可以不用再來 然後你就會怕自己 因為你自己也不是說你不是主管 不是老闆 你這個小員工你如果 就是因為這樣子 自己休假的話 你會影響到公司的支出 可以在那種老闆不容易注意的時間 比方說剛辦完大型活動的時候 因為老闆也有參加這個大型活動 他也要休一下 每個人都看到對不對 然後老闆會印象深刻這件事 那你接著 比方像我們常常禮拜天辦大活動 那禮拜一的話 老闆會印象很深刻說 誰今天沒有來上班 然後剛好休年假 像這個時候老闆的印象認為說 你可能吃不了苦 這當然老闆有點 對 然後印象深刻 你是建議他們不要在第一天這樣 我是 如果以我的角度 因為我會印象深刻 這也要聽喔 這也要聽喔 那你在別的 如果老闆心機中了就會 那會注意到你這個 真的真的真的 因為兩個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你要在你的過程當中 我建議大家就是有時候 也不要那麼愛玩的話 你有時候把你效力於公司 那對你往後的升遷 你是遠遠的超過人家的 關鍵性 哪幾個願意犧牲自己的福利 因為我們那次辦大活動 每個主管都到 就第二天就 所有的主管 禮拜一都還是來上班 我就覺得 明天明天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摸透你了 這十幾年來 不要開玩笑 徐老師是專看這一個 第二天 都是我的真誠 第二天他修了全辦公室沒人 這是政府的美意 但是你敢修嗎 像明年元旦開始 就是政府就會放那個 可知新家庭照顧假 總共有五天的時間 就是你一年有五天 那個假可以請 那你請這個假是政府 就是公司還是要付你薪水的就對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謝謝你 一年有五天 OK啦 再這樣下去的話 逼我出來選 請風天出假 台風 上班今天也是 上班正常 我們問一下 因為聽說台灣明年開始 就會有一個叫做 可知新家庭照顧家庭的假 對不對 這是什麼假 這是什麼 其實就是如果說雙新家庭 就像之前放台風 小朋友放台風假 結果大人沒有放 那小朋友怎麼辦 誰去接他們 把他們丟在學校嗎 對對對 對 那這個時候像明年元旦開始 就是政府就會放那個 可知新家庭照顧假 那幾天呢 就是總共有五天的時間 就是你一年有五天 那個假可以請 那你請這個假是政府 就是公司還是要付你薪水的就對了 對 有薪水的有薪水的 有薪水的 有薪水的 那薪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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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含血的 老闆是不是會更注意你呢 聽起來就是不合理 不合理 所以老闆這方面 對老闆這方面 因為已經你知道 我們台灣的家裡真的很多 很多人 算多了 對 週休二日就一個月 就去到八天 將近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時間 其實蠻可怕的 我跟你講 有一年放台風假 我們是補習班 然後明明電視有跑馬說 補習班停課 比照學校 可是就是還會有學生來 那所有的員工當然很高興 今天放假 我跟我先生兩個人 一人開一輛車 到淹水的補習班門口 讓那種 還是跑來的小孩子 我們開車送他回去 因為自己是老闆 就是這樣 春風化雨 對 有沒有跟他收建 沒有啦 那一個人比十塊 沒有啦 就送來送去對不對 令我感動的是什麼 我們特別 就到其中一個分校 一個分校看到有一個主任 他也跑來做同樣的事 最後我們這個老員工 那是關心是鐵的咧 那就是關鍵 他摸透透明 是 你要不要檢查一下 你車底有沒有一些追蹤器 員工已經說 老闆出門了 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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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不是啦 而且你看到 偶爾你旁邊附近有人一直這樣 他在打電報 哇 告訴我們已經到這種急了 真的是關鍵時刻 那時候真的忍一下 我覺得不一定要在這天休 但是其實我贊成正常休假 其實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要吧 可是他們 你們已經算不正常休假的一群 明明是放假 公司也不會讓你好好休假這樣子 真的喔 有這種心態嗎 真的 我累積二十幾天的假 然後好不容易就兩天回高雄 就是這十個月以來 然後終於有兩天好好回高雄 就狂Call了三十六通電話 在一個早上八點的時候 然後想哇 到底發生什麼事的醫院 然後回電話 沒有啊 想要問一下說那個 閃電機怎麼訂是不是 不是 上網查 不是 他只是想問說那個 就我們那個NSU裡面有個病人啊 就有那個左肺右肺到底哪裡開窗嘛 然後你不會看一下病歷就好了嗎 又說打 對啊 或是看病歷最簡單啊 你幹嘛一直打來問我啊 然後就整個起床氣很氣耶 我前天看一個那個片段被拍到 醫生被回扣回來 哦 又沒有看到那個 錶護士啊 是 你們常會這樣錶嗎 不會啊 可是他為什麼會火氣這麼大 我想讓他家出事了吧 沒有看到那個影片 有啊有啊 就是他在睡覺 就是洗行星的護士就叫他 就有急診 那個洗行星一直罵一直罵 我覺得那真的是他家可能有出事啊 通常都是只有我們被抠起來 然後狂罵就說你幹嘛那麼久接電話啊 你這麼久是幹嘛啊 你電話沒響啊 你就護士 護士罵你們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上班族 如果跟美國 其他國家比較有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要休假了 那我帶頒我工作的同仁 應該全部去全權處理 不應該再一直打電話給我 就是這工作不是只有我才能做 對不對 何必這樣 可是我們有研究 像我舉例 對 我的話我之前帶狗仔隊的時候 三年前那個時候 我帶小朋友去香港就是度假 好 五天 拍港星就開港星就度假 不是 我到了香港五天 我的手機是二 因為我有習慣 我這個人是24小時 我不會關機 到世界各地都一樣 因為我擔心會有事情 那我又是主管 他們可以每天晚上打電話問我說 明天要跟拍誰 還要打到香港來問我 說跟誰跟誰 還要討論 光討論這個明天要跟拍名單 就半個小時了 好 有一天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我還在 我人在海港城買東西 他還打來 有一個同事就打來說 今天跟拍到周杰倫 我說很好 他把細節告訴我說 怎樣怎樣 他說這樣寫好不好 我說我這一次 我這樣你就這樣寫 他說不行 他說副總說這樣不對 應該要問你 我說副總知道我休假 他說只有你能夠決定 這個內容到底怎麼弄 可是話也是真的 萬一他跟一個小孩 對啊 是啦 可是為了 可是為了周杰倫這個稿子 我花了快三萬塊的這個電話費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斷地打給我 一直問一直問 稿子交過去之後 有一個另外一個主管就覺得 這樣對周杰倫不公平 就把他全部改了 改了對周杰倫可能會比較友善一點 那這個同事就很生氣 又打給我 又討論這些事情 就說 比如說就你們兩個都在辦公室 我在香港 你們兩個人吵架就相互沒有告訴對方 打給我 去講對方 他不應該改我稿子什麼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要有一個觀念是 我不在你們就自己決定 你們真的用APP APP不用錢 三年前沒有APP啊 沒有啊 三年前沒有APP 這幾年才有啊 可能像你這樣會導致你不敢說這樣嗎 呃會 其實我 而且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觀念好糟糕 你的智慧型手機 你的平板電腦 你等於就我剛剛講到阿里山雪山 你都可以發稿 就更可怕 老闆說 老闆會說你在哪裏 我不管 你有電腦 而且你智慧型手機都能發稿 好可怕 你知道嗎 像我我就覺得說 如果站在一個角度來講 如果我是沈梅姐的 再上司的話 我可能不只是罵這個 我可能連他會去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把你的那個 真正的訓練 傳給他 為什麼人家還會不放心的 沒有辦法獨自去面對這個事情呢 像我們一開始 好比說我在 我的公司在台中 我要在遠方遙控 我在台北的時候 我每天要工作我演藝圈的工作 回到家我就是打開電腦 看所有的事情 我就要來所有的東西回答 那所有東西導致回答的時候 包括我行銷企劃 我後來告訴他們說 你們要抓回我的口吻 知道我的思維 你們下次寫的文章 是我看了之後 就覺得我給你加分 欸 不用敢 那樣最好 而且你們要細微到 你們要知道那個產品 不只是我的 是你們有關的 所以他們每一個字裡面 都要有意思在的 就是因為我常會發覺 每一個稿子要叫稿就很累 每一句話要叫得很累 後來我發覺說 訓練幾次之後呢 有一些demo給他 我發覺我很輕鬆了 我開始發覺 他們給我說 我給你兩天之後 我稍微看一下 欸 我已經放心了 但那前面的前面 前面的時間 一定要撐撐撐撐 撐到他完全知道 你要你的 你的話術 你會怎麼講 公司的一個主導的方向 怎麼做 所以他 你們的名工 現在摸透你了嗎 摸透了嗎 知道什麼時候 該摸魚了嗎 我待會兒去檢查這個 不是 我覺得有時候 我覺得有時候休假你不在 那是同事老闆 對你的一個依賴 有些事情他們明明可以自己做 對 所以我休假不在的時候 比如說 就像你是王牌的時候 手術同意書 他們可以自己去找 也要打電話 然後牙膜什麼找不到 也要打電話 我曾經有弄 我好不容易可以休假 我手機想要這邊在講的時候 家用電話前面想了 沒錯 我一天接十幾二十通電話 大大小小的事情 然後要找東西放哪裡 這個病人回診怎樣也要問我 我說這些你可以自己處理 他說不行 我要問你這樣 沒錯 所以我代表你 老闆就很喜歡問你 老闆為什麼就直接問啊 回診所都很愛我 真的 我都不想這樣 某部分是來代表 好像工作上的那種肯定 喜歡聽到他們的聲音才有安全感 可是真的很煩啊 我真的不喜歡 我真的不喜歡 像我以前 常遇到只是一個估價單 四十個人要改成人數 改成三十五個人 那個是一銷報表 只要你四十改三十五 你就知道價錢是多少 他到打電話問你說 那這個價錢要怎麼改 就是依賴你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自己也是業務 你也是估價的 然後你為什麼還要問我 那有沒有人因為接不到電話 被罵臭頭的 有啊 像其實行業別 像我們行業別 可能飯店業啊 他就跟當兵一樣 你知道嗎 他就會 就是電話驗證耶 看你有沒有去接電話 我覺得他經驗流胡子 戴影機 有點小老頭的 他想要成熟 他覺得他先進的禮拜的表現 他也太清楚了 就你不要硬講 他有影響到你 老師笑起來很可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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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笑起來很可愛 然後啊 總計就會打電話給各個部門的 各個人 你沒有接到的話 然後隔天開會 你就會被總經營問 然後問事啊 然後我那時候有一次被打 我就真的在忙啊 在忙什麼 我說真的 這電視上面真的有點害羞 不太方便講 你在忙什麼啊 你在忙什麼啊 他就是啊 我們問 我們就偏駁問 超嚴格 老闆小媽 差點把員工逼死了 我沒有辦法在休假的時候 打個電話我員工不接的 交代你一件事情而已 你就接個電話 沒有什麼罵 我沒有讓你當場做 可是你要把他記下來 結果呢 我的員工也不接 到後來你知道有一次 我打電話打到他們覺得說 他們的手機像按摩棒一樣 就一直不停 寫了一個信給我 泱泱沙茶一大邊 老闆你怎麼樣 我們覺得你怎樣 很好很好 但是我覺得 我因為你這樣的話 我去辦了另外一次電話 放手讓他們記住 比如說我就是很煩很煩 然後就是手機 可能想放個十分鐘 關無聲震動 你知道我的手機 就會有那種初高 就是初中進階版 就是比如說他就會在你的雲信箱留言 先狂扣十幾通 然後你就不接 然後你就跟那個人打 譬如說 送肥打一鏡就沒什麼事 他一定會問得很白癡的 就是什麼 麻醉同意書啦 或是講解那種 因為他問了一定不就很笨的問題 沒有我覺得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故意的 我只是比喻 然後你就不用接 那你就放著 可是你知道嗎 他就會在語音信箱說 麻煩十分鐘之後就回電 然後你就不用理他 他再過十分鐘 他就說 嗯 幹嘛不接我電話 情緒慢慢的飄高 然後個人情緒慢慢飄上來 然後你知道他貴最惡劣的是 他連簡訊都可以罵髒話 就是說什麼 靠北邊走 你剛好不接我電話接別人的 就很機車你知道嗎 然後最後最低級的就是 你接他的電話 他馬上第一句就是 為什麼你剛剛都不接我電話 你知道我剛剛想問你的問題 我都忘了耶 我的是他直接 他只要我敢有一通電話不接 我立刻上班的日子 就會被老闆 被大老闆直接叫進去 代表你們都很重要 對 很重要 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的東西真的太無聊了 我有一次是因為那個 我們老 就是我們那個 我是特助嘛 然後他就是臉上長了一個大痘痘 你是沈玉琳的特助嗎 對嘛 是這種痘 他長了一個痘痘以後 他就自己去看醫生就好 然後他就把那個照片傳過來 然後就說你去那個皮膚科 幫我看我這個要吃什麼藥 無聊喔 不能不做 你還是一樣要這樣的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有時候有沒有 我覺得啊 我覺得在一般的行業 你只要不是業務性質的工作 你能力其實有時候 表現得越好是很吃虧的 因為很多人他是故意裝笨 因為就像小馬哥剛剛講的嘛 你今天說人家寫給你的信 然後可能一開始你看不懂 那是不是中間你員工 一定會有一個就是 他可能跟你有辦法溝通的 可是當他有辦法跟你溝通之後 從此以後信都變成他寫喔 所以有的會故意裝笨 就說欸 我不會 因為能者多啦 而且傳統的公司其實 薪水差不了一兩千塊喔 你好壞喔 我不用 真的啊 所以我不用為了很小 有一種人上班跟休假是一樣的 可是你要換一個心態的想喔 那如果說那個人 因為表現得很好 他比你快升值啊 可是問題是 這就是傳統工作 因為你傳統工作 你的薪水頂多四萬五萬 可是你業務性質的工作 有可能二十萬三十萬 像我們公司強一點的業務 有一個月 我問他叫我們金融業 對 金融業 他沒有叫金融業 我們真的有那個業務喔 我七十二的喔 小我兩歲 有啦 金融業我知道很賺啦 對啊 然後一個月 我知道啦 要不然跟我配合一下 沒問題 沒問題 我覺得我真的是故意裝笨啦 有些啦 因為他這種是事實的 但也要了解那工作的環境啊 還有這個整個企業的文化是怎麼樣 因為我做過員工 我做過員工的時候 我也是一樣 跟他們一樣 喜歡休假 喜歡請假 可以請假 摸你就可以摸 對 也沒有 其實我蠻認真的 我從年輕的時候 我是一路 從最基層開始做的 後來是出獄以後才 喂 不是 我從最年輕的時候 我就最基層開始做 一個一個這樣慢慢深淺 所以每一個環節裡面 大概都知道 好像會思想上面開始改變 可是以前我也是很討厭 在休假的時候 聽到我唱頭主管的電話 可是現在呢 我也一樣 我沒有辦法在休假的時候 打電話我員工不接的 對 我也很crazy 因為我覺得說 因為我的時間 我常常跟我說 對不起你們要多擔待我 因為我在台北的工作 是另外一個世界 對 可是我的心思 還會放在你們上面 可是當我有時間 那些心思放在你們上面 可能已經你們下班的時間了 我想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沒有當下講 我怕我會忘記 對 所以我就希望馬上打電話 跟你講 交代你一件事情而已 你就接個電話 沒有什麼嘛 我沒有讓你當場做 可是你要把它記下來 我要求你要把它記 我跟你講話你要記喔 因為你要print出來 我下個禮拜 我要看到你給我的報告 給我的這個報告裡面說 我交代過你哪幾個事情 結果呢 我的員工也不接 到後來你知道 有一次我打電話 打到他們覺得說 他們的手機像按摩棒一樣 就一直不停 寫了一個信給我 泱泱沙茶一大邊 老闆你怎麼樣 我們覺得你怎樣 很好很好很好 但是我覺得 我因為你這樣的話 我去辦了另外一次電話 他不敢寫我的電話 那你工作應該算是 也是蠻丁的蠻緊的 不是因為我是 自己也是有點工作 工作狂 工作狂 很怕閒下來 很怕很怕閒下來 這是很典型的老闆 怎麼說呢 你以前不是老闆 你就是這種工作態度的人 所以現在才會當老闆 其實當老闆應該說 那是24小時 每一個工作 可是你應該放手 讓他們自己去工作 我現在在學習 這是我要學的另外一個課 就是我剛剛在講的 我開始放 我安心 我想說你們要讓我多放心 因為我想要當一個很輕鬆 你們也不要有壓力的老闆 所以我前面 可以把你們鎖得很緊 後面你們再慢慢鬆下來的時候 我才可以看到那個 效率出來 不然的話沒有效率 我常常覺得我一個人 去公司做的話 不管你哪一個地方 就算你考計也好 做行政也好 做什麼 你再給我三天 我一定可以做到比你更好 你敢不敢跟我度 對啊 所以碰到類似這種老闆 就算倒閉 他很逼你 他很逼你 把他很逼瘋這樣 不是啊 就老人 你敢去的 躲密連環摳 不過我們今天講的假呢 它不是 今天這個假呢 叫 leave 就是離開那個字 是 leave 所以你要如何來 take這個 leave 如何來修這個假 尤其是年假 所以叫做 take anyone leave 所以我們來最後問一下 我們人力行小梅 怎麼樣才可以修好的假 好的年假 其實要修一個好的年假 大家都會想要說 上班族都會想要把假放長一點 我最好是可以修一次 什麼五天以上啊 七天啊 最好是能夠修到兩週 爽死這樣 好開心 但是老闆不這樣認為 正常我們現在調查出來 有六成以上的老闆 他們都認為說 員工最好是修三天以下的假 那自己員工調查出來說 他們可以接受說 最短的假期是什麼 剛好也是三天 所以我們要怎麼修呢 就是 週休二日是一定會固定修的 所以你在週休二日的前一天 後一天去請一天假 所以老闆就會覺得說 你休假 反正你好像只有請一個禮拜 你就請到那一天而已 老闆就會覺得還OK這樣子 你就說是六日就是五 五六日 六日或是六日一 六日一 但老闆不會覺得比較爽 對 那如果說你真的覺得你自己很累 那你也可以改成說 六日休完以後呢 禮拜一禮拜二上班 禮拜三中間請一天 休假 然後這一天休假了 你可以去跑步啊 或是去跟朋友喝個下午茶 他們一定是在培養宿醉的 然後怎麼樣洗 禮拜二那天馬上喝寡 對啊 馬上喝寡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禮拜三休完以後 四五的話再上班 你會覺得禮拜六日又要休假了 我覺得中間有間隔就會覺得 你沒有用這招嗎 有 有 補償感 內心的補償感 一跟五是最好修的 對 你會覺得說這個禮拜只剩四天 那你修了一的話 你會覺得說下雨 對啦 四天而已 中間剪一天起來休息一下 這個滿好的 OK啦 OK 而且剛好也抓準老闆的心態 老闆也會覺得說你休太久 對 今天有學到一些招數 有 這是建立在平常 你跟同事之間 還有老闆之間的招 但重點現在 無心假好像又要來 有上班是幸福的 還是多休假 真的是很幸福的 對啊 要請假休假還是多三思而後想 人家現在放無心假多可憐 對 我工作是好事好不好 謝謝三位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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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